现代社会变迁快速 很多人有资讯焦虑症 澳洲艺术家这次来台湾展出当代艺术 就已充满迷幻的视觉效果 呈现当代人妄想还有偏执的心理问题 有艺术家把照片重新拼贴变形 扭曲我们心目中的现实世界 有艺术家则是用动画做了一系列的天灾 要呈现面对科技的时候人类内心的焦虑 每件作品都反映了现代人的问题 两袋装着水的塑胶带 不停来回摆动 碰撞 旁边放着一件拐杖 这是澳洲艺术家的作品 一个是被地心引力吸引 另一个则是抵抗地心引力 探讨我们生活中 到底要怎样才能取得平衡 人们的关系 人们的关系 都会影响全世界的关系 即使你小孩 你会有梦想 你会飞行 然后我们每天在电视上的一种主题 是有人会跌倒 这仍然是一个惊喜我们的 我们在每天活动的活动 当代艺术馆这次邀请十位澳洲当代艺术家来台展出 探讨现代人在虚幻以及现实之间 充满不确定以及未知的焦虑 有艺术家把照片重新雕塑拼贴成一颗球体 规律的排列形状突显出科技的逻辑和数学概念 也有艺术家在玻璃上方架起颠倒的英文字 要在道理中才可以看见字母表达的意思 反映我们在数位科技中分不清楚什么才是真实的 艺术家Simon则是利用电脑动画做出海啸地震等一系列天灾 呈现我们面对数位科技就像灾难一样的焦虑 这些艺术家用创作描绘出现代人的焦虑 以及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